接著就到了第十四條題目 你看到這條題目是沒有畫面顯示那兩個圖 我只不過是畫定在這裡方便我待會講話之用 這條題目一起手的時候 他就跟你說有一個叫做Circular Cone, Right Circular Cone 未來他就說Right Circular Cone會進行很多不同的動作 諸如此類的事,發生了很多事 第一件事我想說的是Right Circular Cone是兩種當中的哪一種呢 記住,Cone就是這一種 即是吃雪糕,吃個Cone是一個圓錐體,不是圓柱體 為甚麼我要強調呢? 因為很多時很多同學出來說為甚麼計不到或為甚麼計錯 很多時是翻譯錯誤 這秒你可能不會錯的 很多時我聽到學生錯誤的,跟他們說,其實是我知道的 但不知為何現場就是看錯 所以我就要很強調給你們聽 你最起碼自己有個印象 下次你會看到Cone,看到你的Cylinder 你就記住我說的這句說話 翻看兩次,究竟你有沒有想錯 如果是的話,接著就繼續說 他就說他的Base Radius就叫做14 我們就想說這個就是14 然後他就跟你說Curve Surface Area 我們說他的曲面面積就叫做7、8個π 其實曲面面積就是這個L 所以如果是的話,我就馬上去計算 Curved Surface Area 中文就叫做曲面面積 曲面面積 其實應該叫做πrl 那你就跟我說是7、8個π 那你說什麼我就相信 最終你的L就會計算是50 L一旦計算是50 其實你的H都是送的 那你的H擺明就是50個2次 減14個2次的開方 對不對 那你就會計算到這個是48 其實某程度上我告訴你 你們的計算,我就會看 你怎麼看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呢 這個世界上有個天書B 說過一個叫做不是三元素 π, speck, triple π, speck, triple 有一個叫做3,45 有一個叫做5,12,13 有一個叫做7,24,25 我想說你這個就是7乘以 你這個就是25乘以 剩下的就是24乘以 所以其實我一眼就看得到 我這樣連機都不用 那我講這件事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想告訴你 有時他出身都是玩那些 所以你認到你就會快手一點 無論如何玩都好 你的A part 他就叫你去找個高度 無緣無故我們已經取得了3分 那接著就去到我們的B part B part的位置他就這樣說 剛才的Circular cone 就將它扔開 扔開兩段 一段就叫做X 一段就叫做Y X就繼續是Cone 而Y那一段就叫做 Frustum 平折頭體 簡單一點這樣說 就是找人在這裡 就劈他一刀 劈了他一刀之後 樓上那一段就稱為X 樓下那一段就稱為Y 這樣的意思 其實玩到這一個 我都是講同樣的說話 你聽聽我講一下 這句話 其實每一次這樣劈開的話 你永遠要記住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說 X 並不相似Y X 是相似X加Y 你要理解一個圓錐體 和一個平折頭體 一個Circular cone和一個Frustum 並不相似 真正的相似是一個小圓錐 和一個大圓錐之間的關係 所以你要解釋得很清楚 而當你明白這個道理之後 你看看他接著說什麼 他說劈下去的時候 會配L to the base 那當然啦 你不配L to the base 哪裡可能在Core 試卷都會出現 如果是的話 接著他就說曲面面積 曲面面積 就叫做15倍於我們那個X 凡是相似 當然如果你實戰 第一句就不用寫的 你現在不是教Marka做事 你現在你說出一個重點 就是這兩條線是相似 如果這兩條線是相似的 凡是相似的 我就會知道他們的面積比 其實就等於它們的邊比二次 如果是的話不要緊 你首先面積給它 它說什麼? Y是X的十五倍 X是一份 X加Y是一加十五份 我們叫做優化十六 當你明白這個道理的時間 接著他就問你的Volume 各位,你在學那個叫做 Mensuration球積法的時間 你阿Sir是不是跟你說過一句 面積比等於邊比二次 體積比等於邊比三次 沒錯,這一句沒有點理 但是問題就是 這裡就將一件事分開兩句 事實上你可以用這一句 你試一下自己 邊比 是等於開方我們的 面積比 是等於開方三次的 體積比 你先聽一下 其實跟你阿Sir那句 分別不是很大 都是說面積比等於邊比二次 體積比等於邊比三次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這樣寫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寫的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一次過把三件的拍齊 我們在不計邊比的情況下 我們能夠計到我們那個 體積比 而當中我會告訴你 你知不知道 X加Y 就是你剛才原底 Original的追體 Original的追體 其實底半徑是14 它的高是48 它的體積我已經會計算 這個是VX 現在樓下空的就是三分一 Pi乘以14 二次 再乘以48 這樣寫 明明得到 如果明明得到的話 如下落你的節目 就是按機 那這裡我難得跟你去按 事實上來說 你就會發現得到 我們那個叫做 VX 其實是按機按到的 它就是叫做49個Pi 49個Pi 當你明白這個道理的時間 但別人印證料的穩就是叫做VY X加Y加起來就是三分一個Pi乘以14個二次乘以48 剛剛我們的VX就是49個Pi 你們兩個減一減它 它就是3087個Pi 那你喜歡就寫完我單位 不喜歡就算了 因為現在真的不扣unit分 我知道我的學校仍然用很多年前那套制度扣你unit分 但事實上我仍然強調給你聽 公開試現在已經不再扣unit分 不再扣PP分 沒有什麼PP減什麼那些 那大家是可以 不用理會 那當然啦 除非條題目裡面又有CM又有M 你就要寫明 否則你就可以跳下去 那如果理解完的話 接著到我們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它就說把Y融歸了去 然後把它變成兩個完全一樣的Solid Sphere 就問你Solid Sphere裡面的Diameter 直徑是多少 那首先呢 大家先建議吧 你叫我找直徑 我不如就 我們那個叫做 Diameter Required 就給它一個名字 就是你有名字 等下才可以好計 就叫D 那中文同學 就是切 所需的直徑 就為D 這樣才算 如果明白了的話 慢慢來就不要急 首先你就告訴我們 我們的3087的π 這個人 將會變成兩個的Sphere 而每個Sphere的計法就是4 over 3π 本來就叫做R的三次 現在變成D over 2的三次 一條Sphere一個屏隙 你那些的東西全都可以計得到 那就按按相機 答弯就會算21 最終呢 8分的題目就是這樣子去計算的 感谢观看